在美国,San Francisco有一位很富有的 他已经失去他的财产了 然后就流浪在外面 变成一个没有家的人流浪汉 然后突然间碰到一只狗 他天天陪他伴 然后他就心情会好起来 然后他天天围扬他 他就身体也好起来 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在做他的工作 然后就变成很富有了 亿万富翁了 然后后来他死了以后 他留他的那个钱所有给狗的 他盖了一个很大的房子 给受养那些流浪的狗 他们照顾得非常好 你们大概都有听过 那个是那只狗带来给他那种富裕的 很多狗也会带给人家富裕 不是给人家快乐 每一个动物来你的家 会一定带来一个礼物的 你慢慢静静的看 意思说 不是说他会送一本书给你 或是送一个饼干给你 不是 他慢慢做他的 在那边的 他的那种灵性里面的 会带来给你很多不同的 惊喜的那种经验 不过也许如果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的话 你不认为是他的 不过如果你养一只狗 突然间你生活好起来 生意好得不得了的话 要怀疑一点点 也许那只狗带来给你好运 要慢慢观察 我是那只鸟 我有一只鸟带来很多钱 我不要跟你讲哪一只 我不是说要养他的时候 我想到那个了 后来我才发现得到 因为后来他回家 回来我家的以后 我们慢慢了解 慢慢沟通 我才知道原来是他 他带来很多钱 不过我钱也用帮助贫穷人 帮助别的鸟 别的狗 别的动物 所以不是说因为我贪钱才养他 而且还没有养他以前 碰到他的时候 我不认为是他会带来什么钱的 他不会认为马上让你知道 他看你对他好不好 然后他才 他才发达他那个礼物给你 真的是这样子 越对他好 他那个礼物会越更生大 这样子 他们因为人 他们也是从上天下来的 有一些动物 他们的那个心灵的程度 很高很高 比一些人高的 不是说他那个狗 或是鸟那个样子 就是普通的 不是不是 你们常常有听说以前 有一些动物 变成人 然后帮助他主人 什么 那些都是真的 那些是真的 不过我们要用心灵的那个眼睛 才看得到 可惜 好多人看不到 不过要记得清楚 圣经里面有讲 上帝有说 我叫所有的动物 叫化他们出来 为了要帮助你们 记得清楚 上帝不会说谎的 帮助 所以我说他们带来礼物 不是错的 我今生体验的 我的所有的动物 慢慢来 我会了解 他们有带来不同的 有一些带来好的朋友 有一些带来好的助手 他不是说叫他们过来 用电话的叫他们过来的 就是因为他们在我家存在 所以那些好朋友会自然会去过来 或是钱会来 或是贵人会来 或是突然间我生活会更自有自在 所以以前那种月障啊 什么的被人家拉拢 什么突然会断掉 那些都是动物做的 动物真的生出来 为了帮助人 以后我 如果我们有机会 能够发行出来那本 高贵野生的话 我会露出来一点点秘密 给你们看 连野外的东西 好棒哦 我本来不敢 我本来不敢 因为这些都是 我们之间沟通的 在那本鸟或是狗里面 我真的不敢全部写下来的 我写一点点而已 我本来不想写任何 我本来就写一本 人跟鸟这样子 普通的 天天吃饭啊 晚啊 快乐这样子 我没有 没有意要写那种心灵沟通出来 不过有时候逼不得这样写一点点 在那个动物 野外的动物 也有人 也有一些帮助我们 比方说 有一些动物 他在你附近 野生的动物 有时候你喂他们一点点 他也会帮助你 所以 他帮助你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不能跟他沟通 他还会帮助耶 跟他沟通又更好 因为我有跟一只天鹅嘛 沟通 后来他跟我讲 好多好多事情啊 我真的也没有时间想得到 我不是不知道 就是没时间想得到 跟他沟通了以后 才记得那些事情 然后才要做这个 要做那个 真正的动物啊 所有啊 生出来 真的是为了帮助人的 圣经讲没有错 要记得清楚 OK I create all the animals to be your friend and to help you Really 他们真正的是助手 人的助手 不过 太可惜 人都不晓得 有一些人不晓得 慢慢来 都静静下来 然后 贼能够跟动物沟通 才知道他们要帮助我们一些什么 太可惜 他帮助我们不知道 太可惜 OK 我们不是要帮助他哦 我们帮助他也好 不帮助他也好 不过 如果能够跟他们沟通 或是跟他们接触的话 他们真正的会帮助我们 是对我们真的好的 不是说对我们好 对他们好而已 对我们真正的好 了解哈 是 活动到了最后 那是不是请师父再跟我们最后说一句话 那再跟我们另外两个场地的朋友打个招呼 我是打招呼了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博工来欣详 希望以后有空见面 OK 谢谢师父 不然的话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生意发达 早日跟我们最伟大的心灵沟通 还有能够也跟动物 跟别人一起用心电的沟通 师父祝福他们欣详那本书 然后看那本书会觉得心情快乐 然后也许会吸引来很多不同的好运 因为我们心情快乐的时候 那个运气也会一起来的 他们都有看到 他们也都知道了 因为师父写那本书以前 都有问那些小鸟 OK不OK 有他们那个祝福 他们OK 要给人类知道 他们非常高兴 OK 所以也会有一句 一句那种共同的快乐的心 所以那本书也会带来 大家一种共同快乐的心 我喜欢这样子 然后快乐的时候 又会运气好 谢谢各位贵宾 谢谢媒体 谢谢大家互相帮忙 谢谢各位贵宾 谢谢各位贵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